星期六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氣報告 過去一兩天都比較多雲 還有些雨 來到星期六天氣情況仍然一般 在雷達影像那裏見到 整晚都有些雨區是橫過我們 而且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那裏也見到 亦即是香港 其實在廣東沿岸直至南海的北部 都是受到一度廣闊的雲大覆蓋住 所以預計今日的天氣情況 會是多雲有幾陣雨 稍後仍然會大雨一點 而今日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19度 風勢方面就吹清淨的東風 而且離岸還會吹強風 在此提醒大家 強烈季風訊號現正是生效 今日比較大風還下雨 如果大家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要特別注意安全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 明天的時候天氣情況沒有大轉變 仍然會比較多雲和有雨 而且到星期一的時候 更加會有一度冷風 橫過華南漁岸地區 而且我們亦都開始會受到 跟這度冷風相關的強烈冬季冬季風影響 天氣會顯著轉冷 而且寒冷的天氣情況 還會持續好幾天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仍然會有雨 而且到星期一當冷風橫過華南漁岸的時候 我們的氣溫會顯著地下降 到星期一晚天氣會轉冷 而且寒冷的天氣情況會持續好幾天 直至到下星期的後期 大家要趁這兩天 拿好一些厚的衣服出來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